HELLO 大家好,我是閃力 2022年的台灣大賽正式結束了 連續兩年的結果一模一樣 都是兄弟4比0完成了橫掃 只是對手從去年的童醫師 換成了今年被各大球評看好的樂天桃園 那今天這支影片也算是為台灣大賽來做一個總結 方式跟去年有點類似 我們要來分析一下 被直弱四的樂天跟兄弟在本次系列賽的六大差距 接下來就跟著四場都有進場採訪 也把比賽看好看滿的我 一起來從第一個差距先發頭所說起吧 在預測台灣大賽的結果時 我看好兄弟的最大原因 就是認為他們下半季輪值的近況比樂天好太多 兄弟下半季先發頭所的防禦率只有2.94排名五隊第一 反觀樂天桃園上半季輪值防禦率3.13排第二 下半季卻漲到了4.18變成了五隊點底 落差是非常明顯的 這次場看下來樂天從狂威、真人和黃子鵬這套王一鎮 共同的問題就是無法把局數拉長 連優質先發的門檻六局都無法達到 黃子鵬跟王一鎮甚至都投滿五局提前退場 讓牛鵬必須承擔非常大的壓力 反觀兄弟這邊從德瓦拉、泰勒、鄭凱文再到吳哲元 每一個人都是七局七跳 時間不論十分多寡 但在短期大賽中 先發頭首能盡量把局數拉長 也會讓教練調度起來更安心 畢竟多換一位投手就要多承擔一個風險嘛 對於樂天而言 他們應該也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先發頭首不如人了 就算今天霸凌卻沒有受傷 結果恐怕也不會有太大改變 這就要回歸到下半季找的羊將太少 在所殺離隊之後就只補了一個碧莹多 他的能力甚至是讓教練團連一場先發都不敢給 但兄弟的羊將競爭是從開季到季末都在持續 從上半季三陽頭再到弗莱喜竄起 木田離開 後來又有泰勒、奧特羅二搶一 教練團不用煩惱沒有人選 只要煩惱該帶誰就可以了 再來看第二個差距 先發講完當然要馬上換到牛鵬 其實樂天桃園今年能成為年度第一的隊伍 牛鵬的進步絕對是關鍵之一 去年他們的牛鵬防潤率4.29 只贏過衛全排第四 今年卻低到只有2.57 跟第二副邦的3.08也有一段不小差距 兄弟則是以3.36排在第三 可是進到台灣大賽之後 樂天的牛鵬穩定度卻是不如兄弟的 兄弟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他們先發能夠拉長 所以後援要吃的局數非常少 只要推最安心、最精銳的那幾個人上來就好了 像江中成、李武詠勤、關大元、王一凱、黃恩次 通通不用上 只用了蔡騎者、李戰昌、李彥晴三個人 就完成了台灣大賽四戰的牛鵬任務 只有呂寶在GAME1挨了小胖娘春袍掉分 也是不影響勝負差距的非關鍵分 但樂天這邊就不同了 從第一站的陳雨勳、第二站的陳冠宇 第三站的許俊陽 再到第四站的真人和 雖然牛鵬掉的分數不多 但分分致命 並且他們本來就是落後的一方 野手已經打不了分 投手只要多花一分都會顯得特別巨大 打擊練習的時候狀況很好 這基本上也算是個獅頭了 其實他也沒多閃 就是前面兩個訴求 弗萊吉沒打好 一個選掉 一個是打成界外 當然我也必須要說 光這四場牛鵬就用了九位投手 裡面還包含兩個洋將、豪敬跟炳朵 一共吃了17局 而且是在先發頂不住 野手還扯後腿的情況下 樂天的後援投手表現已經很好了 接下來進入野手的部分 以打線的進攻表現來看 我認為兄弟有兩個地方大勝 第一是選球 從數據來看 樂天跟兄弟在這次台灣大賽的團隊上壘率 是2×48跟3×70的天壤之別 他們的保送率只有2.9% 跟兄弟的8.7%也差非常多 四場下來只選到了6次40球 其中還有2個是出身 只有4個是獲得4環球保送上壘 除了林立、陳敬、馬傑森、郭遠為這4個人以外 其餘樂天打者都喪失了選保送的能力 我個人覺得落差最大的就是梁家榮跟廖建復 這兩個人今年例行賽的BP%都超過了10 排在樂天前兩名 進到季後賽卻一個4環保送都沒有選到 要肩負至少還有穩定的安打輸出 梁家榮卻完全變成打線的斷層 對於樂天而言非常傷 四場看下來我感受到的就是樂天全隊 在攻擊上都非常積極 前兩球基本上一定會回一顆 而且很常在得分機會出來時 下一棒很快就被對方投手解決 甚至是雙殺 反觀兄弟這邊幾乎每一棒都有選保送的能力 前面最好解決的弗萊喜又在第三站甦醒過來 不管是前段棒刺、中心打線或後段棒刺 即便沒有安打 也能耗掉對手非常多用球術 一旦上壘 又可以用速度造成對手很大的壓迫 這個系列賽被三上三下的半局 應該是五根手指頭輸得完的 那第二個兄弟大勝的地方還有得點圈 本次台灣大賽黃山群一共有11位打者 面臨53次的得點圈進攻擊會 你知道唯一沒有超出安打的人是誰嗎? 答案是系列賽MVP 樂政華 畢竟樂政華是開路先鋒 他比較像是壘上的魯彈角色 上場打擊通常是壘上無人或只有一雷有人的局面 隨著四場下來他也只有一分打點 但這完全不會抹滅掉還在打線上的貢獻 除了樂政華 其餘十人在得點圈都有安打的貢獻 特別又與樂東華、陳子豪、陳文傑最尾突出 得點圈打擊率都是四成 全隊的得點圈打擊三圍是334 把握度算是非常高 越過外野手 特別把中外野手叫他屈前站位 但那天這邊落差就非常大了 得點圈打擊機會已經比兄弟少很多 四場下來有22個打席 他們只有一個人能夠敲穿打 就是系列賽最後一戰 在第八局敲出致命雙殺的陳靖 所以你說的正好去總教練在那個打席 選擇讓陳靖自由揮擊 沒有做任何戰術去干擾他 有沒有道理? 當然有啊 因為他是全隊唯一一個 在得點圈有期待感的男人 這時候選擇相信他一點都不奇怪 只是最後的結果並不如期待的好而已 跟兄弟比起來 樂天得點圈的打擊三圍是1-1-1 只能用一片死劫來形容 不管是首桿火燙的陳成威 三光王的林立 或第一戰雙小炮的林紅玉 都沒有辦法有40一集的出現 也可以說是這個系列賽 他們跟黃三軍最大的差距 也因為得點圈卡彈 讓樂天強得分非常困難 單局最多就只拿1分 縱然四場有四轟 比兄弟只有一轟好 但這四碗陽春麵 卻遠不如兄弟那次三分跳投來的關鍵 接著第五個差距 我想要講一下戰術執行 其實兄弟進到季后賽之後 跟例行賽的模式差不多 就是用大量的小球戰術來壓破對手 短打多、倒壘多、戰術也多 無人出局一壘有人 就是想辦法往前推進 就算是許季鴻或弗萊喜 一樣該助攻就助攻 上壘後就不會輕易倒壘 但只要跑了就必定成功 從挑戰賽到台灣大賽 兄弟的戰術執行成功率真的非常非常高 打帶跑也很常打穿防線 我印象中失敗的 好像只有江貴宇的短打意外踩到球出局 沒有成功推進 可是那一局他們居然還可以得分 世界賽看下來就是兄弟教練團做什麼都對 但樂天卻做什麼都錯 第一站兩將人看出暗號 變成純盜壘被德保拉牽制出局 第二站讓三冠王林立積極在第一局的短打 結果也沒有得分 第三站幾乎不下戰術 然後五人出局一三裡有人只拿一分 第四站在落後一分的情況下盜壘 郭勇偉又被弗萊喜抓到 我真的覺得樂天教練團並沒有不知變通 他們一直嘗試各種方法 打線也在第三站第四站都動過 但還是改變不了做什麼都錯的結果 最後一個則是守備的差距 如果說得點缺的問題排第一 那防守不穩的問題肯定是排第二了 我必須要說樂天今年的守備 跟去年比起來是有進步的 但主要是進步在上半季 前六四場打完他們團隊只有50次失誤 守備率9乘78只輸給兄弟的9乘82 就算有差也沒有差到非常多 可是來到下半季樂天防守的穩定度下滑不少 團隊失誤數只少於統一 跟兄弟的差距也直接被拉開 全人度的總失誤次數已經差了29次 進入台灣大賽之後樂天每一場都至少1-1 最後一場還出現3-1 四場下來多達8次失誤 反觀兄弟四場只有一次 還改寫中華這棒的歷史紀錄 超越1990年的衛拳龍 成為台灣大賽史上最會守的隊伍 真的可以用銅牆鐵壁來形容 雖然說樂天不是每一次失誤都一定掉分 但四場下來還是讓投手掉了4分的非自責 而且還有不少隱形瑕疵 像第三戰藍一輪的鋪球、楊家龍的屈權接球等 歷行賽守備穩定的靈力 也在這次台灣大賽發生了三次失誤 攻守兩端都不如預期 跟2019年MVP的成績呈現了極大反差 好到中華以上 就是我今年的台灣大賽 觀察到兄弟跟樂天的六大差距 接下來我會給自己跟海邊放一個假 畢竟為了台灣大賽 我們真的是天天熬夜到3、4點 剛好趁著球技結束來好好休息一下 所以日更的部分我們會先暫停 啊大家也別擔心 年底還有兩個重頭戲 擴編選秀跟四處名單的分析 所以不會休息太久 很快就會忙起來了 我是閃尼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是現在的茶廠生活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 來吧